一人一次爆裂出 他们的曖昧情况很明显 他们... 故事里面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是吗? 好,玩具TV 第十集,双十 这个真的是你的强项 中的强项 可以用这个 真的是一个粉丝 不好意思,我再介绍一下 另外这个公司的产品就是这个座 夹1比12就更适合 我们尝试一下可不可以帮到手 会不会可以借个Hot Toys的座 不用抹下来 先借住 这个应该没那么辛苦 我们没有问过陈生 借住而已,没所谓 是吧? 炒底 我们没有羽毛滚珠的意图 上水海里 这个架是同一家公司Fresh Hobby 他们推出的架 1比12就适合了 做些倒吊 他就可以倒吊 因为刚才那个架可以这样倒吊 可以吊着一只珠珠盒 是的 而且他全部都是跳尺 一定是阿嘉的朋友 跳尺 好,讲回这里 先讲一些故事 其实这个女演员 她还没做X-File之前 是不出名的 就是她拍X-File真的一泡一泡一泡 其实当时她是很小的 以丹正的主角来说 她好像24岁 拍X-File是26岁 还有她以故事的角色来说 因为她在剧里面 饰演了一个医生 即是一个很高学历的SBI医生 很理性的 她本身的人的年龄 相对来说 可能比角色低一点 好像我刚才说 其实男主角的演员 她的年纪是大了多少 现在就很高 所以她就扮成熟 在剧里面 其实她拍X-File之前 好像也是拍过一、两套电影兼舞台剧 但她做舞台剧是拿过奖的 当时拿过最佳性能奖 她有没有什么男朋友 老公 那些脾文 她有很有趣 其实她 因为Scully这个角色 也挺正经 是一个学者 医生 而且对比起男主角 比较所谓 调调飞不机的形象 她就是很down to earth 其实两个演员 在真实生活上 就是相反的 即是她就是 Jillian 其实她很早应该不会读书 没有固定男友 就是Punk妹 还有Punk妹 Punk妹 就是说到自己也很wap 小时候 和这个应该是 如果没有记错 我忘记了哪一家名校不业的 David Croftney 其实就在电影 在电影 在剧里面的性格上 刚刚调起来 所以 不是说有什么匪文 但也很精彩 有两个都挺精彩的 不过有趣的地方 就是剧里面的性格 和演员的性格 就是刚刚调起来 这套剧最成功 最特别的地方 而当时来说 就是 首先她是在加拿大拍的 她是在温哥华拍的 或者那些人 即是全套剧都在温哥华拍的 最初有几个是温哥华拍的 所以她有两件事 你会很觉眼的 就是她那些 除了主角之外 其他的演员 是会比较 看上去没有那么合理 味道重的 无论是演技 或者是样貌 你看得出来的外观 发型 就是给了你一个真实感 和大概的美剧不同 你觉得那些 那些表现很真实 不是演员的表现 而是加拿大人 另外就是因为 因为温哥华的天气问题 是比较潮湿的 还有天空颜色 有点像香港 就是灰灰灰的 变成了 营造到 剧里面的气氛 就是 经常有一个 好像阴湘寻寻寻 劇的后期 其实去温哥华 都是因为 可能是价钱的问题 就是便宜些 可否因为 这套剧那么出名 那么受欢迎 她就搬回去LA拍 那时候 你会看到颜色 是 即是 反而没有那个感觉 是的 另外就是 她这个 我不知道 可能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都是那一代 都可能已经看过X-Files 因为当年也很出名 在香港 就算没看英语 美剧的人 都会懂得木下园 那 其实 她那时候在美国 就是 以一部剧来说 她是 以一个女主角来说 她是拿了很多奖 就是艾美奖 金球奖的女主角 她全部都画了 就是她是一个不出名的女演员 可以第一部剧 就拿了这么多奖 她又少了 除此之外 就是那个角色本身 因为 都这么长寿 就是本来 本来那个 其实很有趣的 就是她本身 这部剧的监制 Chris Carter 她想着五季 但因为太受欢迎 关系的时代 就不让她 不让她提醒 对了 后来就去到九季 应该是 撑不住 对了 因为后来很难 其实去到第五季打后 开始没有那么有 赤味 对 差了一点点 还有那个应该 两个演员 很多时候都 不是她放假 就是她放假 有时候她有带肚 男主角又去拍其他东西 到尾段的时候 男主角有一季 是整季都消失了 就找了T1000 哦 有些阵状 找了她来做代替她 所以 最后其实真的挺 你说Game of Thrones烂尾 其实X-Files那种烂尾 不是一闸烂尾 是两季的烂尾 两季那种烂尾 看上去很惨 但是 头段好看的时候 是真的很好看 因为她真的 改变了 就是头五季是OK的 是因为她真的改变了 整个美剧的生态 我觉得 大家都有多贵 最终的烂尾 最终的烂尾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11 后来真的不行了 两个演员又不行了 因为那时候 他们两个演员 其实不是很适合的 是 后来 出来拍第10季的时候 就说回 为什么那时候不适合 也很难说 那时候演员脾气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男女演员不适合的 那些剧 通常火花是最好看的 尤其是感情戏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有这个迷信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 感情戏就最好看的 这方面你有经验了 不是 就是八卦 失闻 容易有capical reaction 是的 另外 他看看还有什么来说 其实这部剧 最初选择的时候 电视台是很不喜欢这个女演员的 因为她不够漂亮 不够高 不够大 不够长 不够金头发 嗯 就是想找一个很standard的性感美女来做的 嗯 那监制Chris Carter 是真的 真的 具力增持了 增持了很久 就一定要 Jillian来做 嗯 就证明她眼光独斗 你看回那个年代的剧 的确很少这一种 他不是不漂亮 其实他当然 他的样子也不是差 但是比他更漂亮 亦都不尺 是的 他那时有没有收水 有些略略 粗身体的 尤其是David很高的 所以他两个站起来 其实很多场合 他们拍近镜的时候 他要站在木箱上 也很像Robert Donald Jr. 正常说 女角是要 如果是拍近镜 因为两个人说话 其实他站起来 真的好像大人室 那样 软镜就没得避 但是近镜的时候 其实他是要站在下床 是的 一说到女仔 Walker是停不下 因为莫泽是这部剧的粉丝 不是超级粉丝 但是当时真的是 集集追 集集追 因为是太多体 其实 因为在X-Files之前 我觉得没有一部美剧 除了Moonlighting Moonlighting 就是Bruce Lewis的那部剧名作 但是是喜剧 视装剧是喜剧 X-Files在他成功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有两条主軸 一条主軸就是 最初期的时候 就是男主角不会失踪 所以他要查UFO 因为他觉得他不会被UFO露走 是 另一条主軸就是 所谓主軸就是 另一条不是主軸 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他每周都有一件案件 就变成Monsters of the Week 就是每周都有一只Monsters 而那些Monsters 就是很特别的 他很奇怪 有些其实是一个人 但是会吃人的肝 可能他的样子不是一只怪兽 但是不知道他的手指会生长 而他的气氛 其实做得很恐怖 但是做配乐的人也很成功 Mark Snow 现在已经很出名了 X-Files的音乐 我想大家都听过 我也记得那些 这些音乐很经典 所有在在的东西都令到这套剧 他对日后的美国电视剧 他奠定了基础 Dick很喜欢的那套剧 Breaking Bad 那个男制定寫的 那个人也是X-Files的 他本来是粉丝 他投稿X-Files 接着就参与了創作 所以这套剧 我觉得Moon Lighting 即是成仙啟后 Moon Lighting X-Files Buffy 可以说是那个年代 人们说到他的Wise God 比较少人色的 那几套剧 令到美国的自己的心态 变成现在我们认识的美国的自己 有连贯性 有感情 人物会有一个演化 第一季到第三季 第五季 他会有一个成长 在此之前 以前会是MacGyver 即是肉面飞龙的那一款 即是无论第几季 你进去 也是这么厉害的 总之每一个星期 他就 解决了一件案 就是这么大把 赢了 就完成了 对了 从X-Files开始 你会看到角色会成长 嗯 好了 终于说完 对了 因为感动女生 Rocker真的停止了 刚才都算是转过一个圈 给大家看 都可以留意今次 3Zero 这个角色的面相 大家都关注这件事 会不会成为三宝之一呢 我觉得 因为他其实挺有趣的 我听家曾经说过 他们认为这个拉伸 是十贵的 嗯 他上次跟我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其实很明显 他这个样子就是 他这个样子是 早期一些 对了 混了几季的样子 我觉得是中期的样子 嗯 其实他面相 可以说是他最漂亮的时候的样子 比较少了 也比较少了 因为他 Season 1的时候 肥一点 腥一些 就是面胖像的 就是小鱼一点的 她这个样子就是中期了 还有发型 也这样子 你说 我觉得轮廓 其实也做得很好 嗯 上色始終不是Hot Toys的層次 我想她也不會介意 始終去不到Hot Toys的層次 髮型也是她的一個 Signature Diana Scully其中一個最美的髮型 不是早期 因為早期還未承認 最經典的樣子 反而如果只是頭雕 反而我覺得有點奇怪 一來是尺寸 我覺得她很小 頭雕 跟之前可能Ghost in the shell 有同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頭髮顏色 其實因為以這個角色來講 她為人最記得的標誌就是她的紅頭髮 她就很小心地 當然因為真實的紅頭髮 甚至染紅頭髮也好 以外妹來說 除著光線 頭髮顏色會變化很大 會是橙橙啡啡 或者是紅紅 即是不同光線 或者你把相片用不同的機器拍攝 不同的相片拍攝 紅色會不同 但是我覺得她可以紅一點 比較接近印象中的Scully 但是樣子我覺得已經是不錯了 如果你喜歡Scully來講 這個樣子是叫做全神 看是圍頭的頭小一點 是的 以裝扮來講 我不模仿她 你說可動性 其實這些figure我不會玩可動性 是的 整個figure來講 衣服等東西的層次 的細節 我覺得都OK 唯獨是比例比較漂亮 是 派了超級模特兒 狗頭身 有少許 Barbie 少許的 腳幼 腳長 是的 有很多問題要問的 首先就是派貨沒有 派貨了 派了一段日子 派了一段日子 是嗎 是 其實呢 硬件這一個是 Didas版本來的 多一件大樓的 是的 如果你買普通版 就沒有這件大樓的 我所生產的 這件大樓給你看看 那個身形 其實這樣來講 她這件大樓本身的設計 都挺貼身 她穿了一件西裝 再加上的大樓 也不會說很爆粽 是的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頭又好像很大一點了 因為你常常穿了一件外套 所以要穿衣服 那頭我有一點意見 就是這次的穿衣服 你說我講的 我覺得是油得漂亮 精緻就比較好 我也覺得 譬如嘴唇和眼珠的亮色 亮麗了很多 很鮮明 那女生真的化妝 反而我覺得真的 臉好像油 我覺得可以 不過可能真的不同其數 這個是比較尖的 嗯 她可以比較尖的 是一個很漂亮的美女 頭髮我覺得可以 鋪得好一點 其實應該不是鋪的 可能是開帽的關係 可能是 模特兒身形的話 是的 唯一就是覺得 我沒有那個模特兒在隔壁很輕鬆 但是就 頭小了一點 是的 但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你跟足 如果你跟足那個演員 就不漂亮 因為她真的很矮小 很粗 那你現在看到她的褲子 其實你說她穿得漂亮不漂亮 她穿得很漂亮 是的 但是就比真人漂亮 是的 因為真人來說 你看看照片 其實都很... 下面都... 是的 那個年代她的身形挺短緣的 我也喜歡一個 close-up 其實 close-up 了很久 不過你持進來 我就 close 多次給你了 多次的頭髮 這個樣子我覺得很年輕 如果我不認識她 就以為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美女 其實如果你說這個樣子 她應該也是二十六歲左右 二十五歲 但是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她應該二十三、四歲開始拍 嗯 X-Files 應該是 你說這個樣子可能是第四季、第五季的樣子 總之未夠三十歲 嗯 這次的膚色挺好、挺順眼的 因為可能白人、女生又好一點 真的有些懷舊一點的蝦士 嗯 即是FDI的症 很多症 對,還有這個很重要的電話 是一個次代的眼淚的電話 哇,原來這麼大一個 很大一個的 試試打電話 我看過一個訪問 她說為何她們兩個演員 會有這麼多… 最初會有一些爭拗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她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在一起 嗯 所以頂不順大家 對,辛苦的 那麼她說 直到這個手提電話的流行 就救了她們了 因為她們不需要長長的電話都在一起 哦 對,到第三個 即是到第三個 她們開始有很多場口 可以用電話溝通 就變成大家可以分別行動 那兩個演員的關係就好了一點 但怎樣 為什麼二十四小時在一起呢? 因為她長長的電話都在一起拍 即是面對面拍 即是變成你彩排又在一起 你拍又在一起 即是不會說又分開打電話 你去那裡 去那裡 是變成兩個人同一時間 去圖書館 去那裡 我明白 但是她們為何要做這麼長時間 其實不是真的四小時的 不過就是很長時間的相處 但是你二十四小時都不奇怪 因為其實你變成 你拍戲的時候 你通常是住 即是可能是參觀的 你出去又彩排等 都會在一起 那麼 有觀眾說比男主角更好 我覺得是 這個應該 男主角的樣子 她選了一個老一點點 可能是女生 還有她可能收到一些 feedback 對,你選一個老的樣子 我想真的沒有人買 女主角可能 是啊 確實是貪美的 所以現在變成了一個很美女的 也認得出是她的 即是以粉絲來說 我覺得這個樣子是OK的 除了頭髮顏色比較啡 偏啡 就不是在劇中 去到中期 通常是紅一點 當然還是要看光線 但是她說她是25歲才拍 我可能弄錯了 她是25歲才開始拍 X-Files 但即是去到第四季第五季 她還是未夠30歲 應該 漂亮的腳 高筋 而且當時的頭髮是輕鬆到飛碟 所以只能夠做膠髮就不要直髮 因為如果直髮 你怎麼會濾 會爆開 沒有辦法 當然你說頭髮得漂亮不漂亮 就好像沒有Hot Toys那種 是啊 但其實她也很尷尬 努力加油 我覺得就不是雕刻的問題 可能是生產開墓的過程 老實說 我覺得頭雕是不太相似的 你說是否是眼睛 上色那方面 當然沒有Hot Toys那種 但是頭雕是很相似的 就變小了 你說可不可以換 我會嘗試可不可以換肥一點的身體 或者腳較短 我先做個動作 這個大家都想問 這個軟的是不是 軟軟的 不是 好像軟軟的 你知不知道 什麼 身體軟軟的 我又沒有特意弄它 沒有位置 是的 我特意按了一次 那把槍呢 我槍也有點硬 不夠 因為我自己也有 他沒有那麼大支 是的 這個槍是否做大了 還是說那個女生的手真的很小呢 不會 要找一個男人出來 但是我們身邊只剩下一個白兵 兩個白兵的手一定很大 這個就對了 有待大家去研究研究究竟這把槍是 剛剛做得漂亮不漂亮 準不準 其實這個演員到現在 他今年50歲了 但是也很活躍 近來也有做新劇 而且他開始的戲路越來越廣了 粉絲來說覺得他也算是這樣的 20歲才來爆發嗎? 不是,他一直都有劇 但是好像這幾年 越來越... 可能網上電視劇的... 現在這麼蓬勃 劇的質素越來越高 他可能接得... 因為他也是很簡占的 我相信他接作 而且因為是接網劇 我們可以網上看到劇 我們就容易接觸到他的作品 特別版就多了一個外套 是不是? 這個... 電筒呢? 我還記得經常拿過的 我還記得他們兩個拿電筒 即是靠插手 整天都要拿電筒 如果兩個拼在一起 大約高度就是這樣 嗯... 這幅觀童也很漂亮 看來這個是review的 對 那變得很好 其實因為你看他們一起合照 其實Julian應該說David肩膀 所以你就知道公仔是高了 高了半個頭 有一點點說法 這個呢 我發覺 Crisio 他的女生 他... 他女生比較小一點 但他的手他也做得比較小 我不是說他不適合 我覺得是他偏向小 很幼小 所以可能配了一些男人的槍 他立刻拿下來 就會好像槍很大 因為其實他... 我覺得他整個模型都是瘦了 很瘦的 很瘦的美女 其實他的頭是大一點 其他應該可以粗一點 那可能要再做一個 但這些都是玩12寸的迷思 是的 以前是阿波人教我的 其實玩12寸的人 不是那麼著重 真實的比例 反而要漂亮 甚至乎那些手 比正常人高大了 是的 類似這些 你要完美身材 還是要真實的身形 有些人說 你做個肥仔 其實真的不喜歡 很奇怪 做一個平衡比較難 沒錯 有時候是看整體比例就算 你真的做足 日本沒有事就不漂亮了 是的 很矮的 很矮的 五尺三寸 還要矮一點 可能背了整套龜甲 這樣就很難 其實你現在Hot Hoss 做的黑寡婦 從來都沒有跟到Skydwell的身材 但是很多人想跟 但是這個身材也不一樣 這個身材也想跟做的 是的 而且你已經做了這麼多 可能當初他沒有這麼考慮 但是你已經出了這麼多個黑寡婦 其實當初可以做一個Body 就像神奇道俠一樣 沒錯 做一個 對 真的是他的Skydwell 做神的Body 是的 好吧 那就好 待會兒看 差不多 這個是 粉絲的話 我覺得是 粉絲的話 粉絲的話只是買一對 一對買一次而已 哦 是的 用汽水就可以在坊間 看看店舖的網站 嗯 好 這樣 就這樣 好 好 把牌在附近 在附近 好 那誰呢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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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繼續Skydwell 哦 好 好啦 我來這裡我先